哈喽,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Optimax 它 老实说,趋势是 很惨,呀 已经跌破 60,20,200的均线 一大堆套牢盘 星期五的时候呢,更是跌破 之前这个前底 形势非常的弱 现在呢,它才没有止跌 如果要揭露的话呢,一定要等到有这个 止跌回升的讯号 才去考虑要不要进场 我猜呢,它应该会在一块钱左右 这个支撑线应该是有一个support吧 应该会在这边止跌回升 呀 呃 就要看下它在一块钱的时候 有没有出现一个类似的这个坛 呃,反弹 就是我画的这个 一个行车烂炉 呀 看有没有机会 如果,如果它,如果它 再一次的跌破一块钱的话呢 这个老实讲的,这位 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它下个支撑就在这边 咯 八宝半 OK 呃,所以暂时呢 现在真的是要等 等到一个明确的讯号之后呢 才要考虑要不要进场 我要强调的是说 就算它这边有止跌回升 它也是会在某一个地方会飞来的 OK 形成第二只脚 可能第二只脚是一个更加好的一个买点 比它安全 它会回来 只要因为这边有太多的套牢盘 它不可能一次过就冲过去的 一定会被打回来 OK 呃 所以现在可以做的东西就是等 等到它出现止跌回升 那时候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要不要进场 如果要更安全的话呢 就等这个第二只脚 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